各位朋友大家好 马上就要过年了 很多人都喜欢在聚会的时候吃生蚝 今天我想换一种简短的视频风格 用两到三分钟的时间 简短的告诉大家怎样挑生蚝 市面上售卖生蚝的方式一般有两种 把肉挑出来卖的和带壳出售的 咱们先说把肉挑出来卖的 在我面前的这三只生蚝 一号是很瘦的 没有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但是二号和三号看起来差不多 经验不久的朋友很难判断他们的品质 这里面的其中一只被人动过手脚 现在我先把他们一起蒸熟 用牙签为参照物 让大家先看结果 然后再回头看他们煮熟之前 怎么判断肥度 生蚝我已经蒸熟 大家从结果可以看到 二号生蚝煮熟以后没怎么缩水 三号生蚝缩水非常严重 它原来的大小是和二号生蚝差不多的 但是煮熟以后只有二号生蚝的一半左右 这才是它真实的大小 接下来我们回头看看 它们在没煮熟以前有什么区别 挑生蚝的方法有很多 我的方法是看它们的肉质结不结实 肉质越结实的生蚝 它们就越肥并且不容易缩水 用手轻轻的去捏它 通过手感来判断 它结不结实是我常用的第一个方法 我还有一种对新手更友好 更直观的方法 就是用手捏住它的壁壳机 然后像我这样操作 这一只是二号生蚝的状态 它的肉质硬度比较好 这只是三号生蚝的状态 它的肉质明显要软很多 这一只是一号瘦生蚝的状态 也非常的柔软 这个方法也可以用来判断 带壳生蚝的肥度 卖带壳生蚝的老板 一般都会愿意开一两个给顾客看货 你可以把生蚝像我这样 竖起来抖动它 这样就相当于我们用手捏住了它的壁壳机 同样可以判断肉质结不结实 越坚挺的就越肥 肥度达到了极品的生蚝 吃起来的口感是非常脆的 不像市面上长酱的菜蚝 口感粉粉的 吃过的人通常都会印象深刻 但这种品质的货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菜市场不太容易买得到 这只二号生蚝的肥度虽然不错 但它还达不到脆蚝的标准 另外我想提醒大家 生蚝不是越大越好 越大的生蚝反而越难肥 特别是那种个头超大的生蚝 适当体验就是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有用 请给我点个赞 生蚝这种贝类 由于生理特殊 用它来坑人的手法也非常多 大家要是想把它吃得更明白 以后我会再详细的介绍它 欢迎持续关注 我是命大叔 再见